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羊 今天咱又来到了雪佛兰的4S店 今天再给老铁安排一台雪佛兰克鲁德 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台车 今天安排的是一款灰色的 克鲁德这一款车颜色还是比较多的 灰色白色红色黑色蓝色都有 畅销的就是灰色和白色 兄弟们预算8万元左右 买一个合资车 还是一台顶配车型 你们感觉怎么样 像眼前看到的这一款雪佛兰克鲁德 就是一款1.5L月翔顶配的车型 官方制造价10万09百 优惠3万多 上楼价8万元左右 全程4S店提车 还可以享受厂家的无期政策 没有任何收益费 新款的前脸其实看时间久了 也是比较好看的 内饰的话比上一代增加了不少 配置都有所改动 从后边看和老款的克鲁德 基本上逆模一样 但是内饰是不一样的 让大家看一下 今天来提的还是蓝色内饰 后排也有空调出风口 我发现选这个内饰的人确实比较多 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说棕色比较少吧 再看一下前面的 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吧 先让大家看一下公里数 16公里 妥妥的新车 生产日期 今年的新车 这个车的内饰配置 双10.25吋的液晶大屏 电子手刹 无线充电功能 皮脱仪 导航倒车影像 还有每年100个G的终身流量 这个我就不打招 伙让大家看了 内置的一些功能拥有 确实也比较全 对了忘了给大家说了 这个车还有内置的行车记录仪 所以说配置上还是很不错的 车简单的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现在进店 手续应该都快办好了 现在正在打铃盘呢 好了兄弟们 现在所有的手续都已经办完了 领盘也已经打好了 正在整理资料 给老铁交接一下手续 一会儿呢 我们就去车关锁上盘去 所有傻子办完了 对所有东西都办完了 咱现在去服务站驿车上盘 领盘现在已经贴好了 贴前面的 现在领盘没有区域限制了 可以全国跑 所以说全国各地的老铁们 都可以过来来提车 前面的领盘也给贴上 我们就安全上路了 好了兄弟们 现在开始验车了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 希望大家给个关注和点赞 选车买车你不会 关注小样能修 欢迎大家观看 这期视频就 кан说 大家看 收到 Andhans 走了